菲律宾一贯道总会 于2023年6月17日上午实施 菲律宾一贯道总会 成立庆典 在世纪海鲜酒家隆重举行 司仪由纪冠宇 许若林担任 全体攻畅 一贯道歌曲 一贯新传 即大道传望国后 主持人介绍了各国来宾 其中包括越南 柬埔寨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台湾等道卿和典传师们 一贯道总会理事长王宝宗先生 首先发表致辞 今天很高兴 也很荣幸来到菲律宾 参加菲律宾一贯道总会的成立大会 回顾二十世纪初 上天慈悲 降下一贯道 由天然师尊 岳慧菩萨师母 于一九三零年 在山东济宁 统领天命 大开普度 广度有缘众生 1950年以后 大道已在台湾立足 并积极向全世界发展 王宗宝理事长将一贯道会旗 交给菲律宾一贯道总会 徐宝杰理事长 象征传承一贯道精神 传承道脉 维护天命 在菲律宾这个千岛之国 插上了一贯道会旗 也在这块宝地 开疆辟土 既往开来 传承圣贤之志 不负恩师与前人所托 完成度化众生之使命 菲律宾一贯道总会 徐宝杰理事长致辞 后学感谢天恩师德 发医崇德创办人陈大姑 前人不休息 菩萨的苦心栽培 让后学能在这岛屿国家 菲律宾学修奖办 感谢一贯道总会 王理事长 前人的成全和鼓励 推荐后学为菲律宾一贯道总会 第一届理事长 Sinac Chairman 苏文斌先生致辞 首先恭喜菲律宾一贯道总会成立 感谢王宝宗理事长 带领台湾的贵宾 点传师们 来参加今天菲律宾的就职典礼 并向新界会长 传授一贯道会旗 国会议员 Robert Raymond Estrela 先生首先致辞 恭喜菲律宾一贯道总会成立 欢迎国外的贵宾们 来出席这个盛典 爱和善良是没有国界的 坚持做善事 热心慈善与公益 是一种对全世界的祝福 菲律宾一贯道总会理事长 分别向嘉宾 Raymond Estrela Congressman Rosardo 菲华电视台姚立英台长赠送纪念品 大家在祥和的氛围中 各国道亲们欢聚一堂 共敬丰盛的午餐 祝愿菲律宾一贯道总会 会晤昌盛 沉寂盛业 创造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